今天我們來討論另一個常見的移民理財問題 究竟移民後或移民前要怎樣處理我的保單呢 通常問這條問題的朋友都在考慮會否終止了香港的保險 即是所謂退保 我們可以嘗試從兩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第一個角度就是你退保後究竟能否買得到 打個比喻 如果你年紀較大或曾經有醫療紀錄 其實你未必很容易再買保險 那你當然停一停 休想不要太衝動 但假設你可以隨時買你想買的保險 我們就看保險在移民後還會否適用 我們笼統一點來說 其實以人壽或危疾這類型的保險為例 基本上環球的通用性都比較高 簡單來說就是你不在就賠錢 以人壽來說 所以環球的利用性比較高 要擔心時可能會比較少 但如果是醫療保險的話就要注意 因為醫療保險一般來說都有不同的條款 打個比喻就可能會有一個地區的調整因素 如果你在外地就醫的話 可能令你的賠償金額會大壓折扣 近兩三年比較流行的所謂高端醫療計劃 其實很多都會指明到有地區 譬如說亞洲版 顧名思義當然是適用於亞洲 離開了亞洲也有機會打折扣 或者是不適用的 所以如果是醫療保險的話 最實際的方法就是要檢視你的條款 或者聯絡你的保險公司 聽說保險是可以免到 或者有助節省外國的稅項 究竟是否真的呢 答案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是這麼簡單買保險 就可以免很多稅的話 其實外國富豪也不需要做這麼多信託 我們今天就舉一個台灣做例子 其實按照台灣當地的規定的話 如果不是在台灣當地相關的部門 核准過的外國保單的話 你的保險賠償金 人就保險為例 你死後的賠償的話 依然會跌入台灣的遺產稅稅網 簡單來說就是 你打算用一份保險去傳承你的財富 但最後你的傳承的金額 都可能會打折的 所以來說 其實不是每一份保險 去到每一個國家都有折稅的效果 最實際的話 就是你在移民前 是需要去檢視你的保險 還要不需要用 第二就是你的保險 究竟能否達到你想省稅的效果 最實際都是聯絡認可的財務策略顧問 或者當地的稅務顧問 去了解多一點 至於香港的保險 是不是一定是移民之後 就一定用不著呢 其實就不是的 我們提醒它的性質 以及能否免稅 亦是配合合適的架構 最實際當然是聯絡你的保險公司 同時在移民前 也要聯絡認可的 場務策略顧問 以及當地的稅務顧問 一起做好好的資訊和準備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發到Yahoo新聞的Facebook專頁 我們會解答你